史前帝王之争就在施工人员面前上演了 巨蟒从炸药炸破的坑里露出了一点身体 施工人员凑上去观看时 巨蟒就活了过来 在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 人类简直连蚂蚁都不如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巨蟒 还能腾空飞翔 自意的折腾 不过他也不是无敌的 在随后登场的暴虐龙面前 怎么看都觉得他的体型和气势都小了些 这两者明显的就是宿敌 一见面就要打声打死的那种 毕竟动物界是有领地意识和霸主意识的 就在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荒岛 为了赚钱就早早的开辟了旅游线路 比如大巴也开进了这个岛屿 车上的男男女女还在各种唠骚的 什么没信号啊 怎么直播啊 司机就看到天尾飞石飞了过来 猛打方向盘躲过一劫 但是那大石却把地面砸出了个深坑 没办法车子撞树上 大家一起在推车子 一个和妈妈一起来的小朋友 就跟着一个直播公司的老板一起撒尿 就在小男孩还在酝酿着尿意的时候 那个吊儿郎当的老板正在用尿浇着一只青蛙 一条长长的新红舌头直接花瓣瓣张开 把他给吸走了 与此同时推车的人也在不断的失踪 直到大舌头出现 惊慌失措的众人迅速往车里跑 大舌头就不断的仿佛带着吸盘般吸住人就锁回去 动作无比迅速 躲到车里的人惊魂未定 窗外就显出了怪兽的原形 是一只硕大的铲嘴蛙 这还没完 车子竟然腾空了 越来越高 又有怪兽出场了 接下来谁也不知道 还有多少未知的怪兽出场 最起码 目前这脸人根本不够塞牙缝 缠住大巴的是巨蟒 好像在得到了信号后 就汽车游走了 小孩子小凯被馋嘴蛙盯上 肥脚不变的小凯各种连滚带爬 最后躲进了空木桩里 馋嘴蛙拿它没办法 舌头太大还伸不进去 几次尝试失败后 馋嘴蛙就挽起了滚木桩 小凯在里面被滚得晕头转向 木桩被一路向下滚进了一个扇洞 里面都是硕大的白色的蛋 一只体型较小的恐龙进来偷蛋喝 正喝得起劲的 小凯的手表定时就响了 这下坏了 恐龙发现了直接追杀小凯 只是小孩子的动作还是比较灵活 小凯游走在蛋中间 蛋碎就管着弯袍 最后躲在了蛋壳里 等到小恐龙发现时 就被赶回来的巨蟒给一口吞下 或许是小凯身上沾上了巨蟒的蛋液 巨蟒没有吃掉小凯 走出山洞来的小凯遇上了食人藤 真是无比的惊悚 发眼望去 这简直是食人藤的老窝 张开的口气就射出了藤刺 跟标枪一般 危急时刻 巨蟒现身救了小凯 但是巨蟒身上也中了食人藤刺 他很有灵性的来找小凯寻求帮助 小凯到了树桶中 找到了藤蔓 扯着藤蔓来到巨蟒的面前 巨蟒很配合的扶下身子 小凯将藤蔓缠住了木刺 巨蟒发力 扯了几下就将木刺拔了出来 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善意的游走了 小凯妈和三名同伴 靠着手表上的定位 一起来寻找小凯 从白天找到了黑夜 司机眼间 发现了他后背上有异物 火光映照下 是一只黑色的水质 浮身在后背上 真的好大只 也很恶心 司机用刀子挑了下来 暴虐龙出现了 众人吓得大气不敢出 逃过依赖后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巨大的蛇蜕 像做小山般堆在眼前 没走几步 就看到了暴虐古龙 在四摇的铲嘴蛙 小凯吓得直后退 就在脚踩上了树枝 被古龙发现时 严实后伸出了手 把他拉走了 母子终于向会了 危险也来了 暴虐龙发现了他们 开始了追逐 虽然他转向动作差 在这样的古生物面前 那也是逃命要紧 好几次差点就丧生在他口中 结果十缝摘小 古龙被卡住了脑袋 没想到啊 惊扰了另一只古龙 他们开始了厮杀 打得天昏地暗 更可怕的是巨蜂登场了 两只古龙联手了 他们开始挑战巨蜂 巨蜂对小凯是善意的 他一对二也不落下风 但是越来越多的古龙出现 围困住了巨蜂 甚至由古龙咬住了巨蜂的脖子 小凯在飞奔中 担心着巨蜂的生死 他们狂奔到了山脚下 巨蜂却是奄奄一息 远处有一座活火山 看似要喷勃欲出 这也是地表温度上升 很多休眠的史前生物 都要陆续醒来的原因 山顶上的信号台早就被损坏了 巨大的盘古王蛇架 触目惊心 说明有更大的生物强者统治这里 有土壤的不同可以分析出 山下地表是古土壤 是暴虐古龙的领地 山上是火山岩辉 是盘古王蛇的领地 因为地壳变化 两者展开新领地地帝王之战 暴虐古龙王率先登场 一爪子下去天蹦地裂 眼看着众人都要成为古龙盘中餐 盘古蛇王出场了 但是圣物压制 蛇王看着不是古龙的对手 被咬中之后无力的挣扎 小凯妈看到了炸咬 将炸咬放上车 开车猛冲向了古龙 但是按钮按下不起作用 因为按钮太多了 不知道哪一个是汽油漏出 同行的小姑娘冲上去扔火把 被古龙扫飞 小凯奋勇向前 他曾经因为火灾伤了腿 患上了创伤应激后一阵 勇敢战胜了疾病 他甩开了步子扔出了火把 点燃了汽油 也引燃了炸咬 导致古龙被掀翻在地 王蛇抓住机会 咬断了他的咽喉 被震昏过去的小凯 让众人收租无措 盘古王蛇游动过来 对着小凯轻轻吼出声 小凯神奇般地苏醒了过来 真是人蛇奇异情缘 对自然 最后的底线